这是一个绝版的佛砂 为什么说它是绝版呢 现在2022款没有了这个最经典的蓝白搭配了 其实这款车咱看看 这是我们小区业邻居的 也没经过车主的同意 咱就拍一拍 极微的风挡 买佛砂必改的就是一个风挡 前面之后我看了 它这个远近的透镜大灯它都已经改了 其实这个都价格价值不菲 这车也贴膜了 买佛砂的最容易贴膜的 因为大冒车型这些价比较贵 前边HFK701 这个行车记录仪小2000的胎压监测 这边无线的充电 下边改了这个碳纤维的这个贴纸 这个这两样加起来的200 后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气瓶减震也给了 加了这么一个GV的一个靠背 这一套改下来也不便宜 老婆你觉得这个车如果卖二手车能值多少钱 6万吧 6万 它本来这个车不是5万 我的家落地6万来块钱吧 又二手的不就6万吗 行啊 这个车主要是卖6万的时候 咱第一时间把它买下来 其实佛砂最经典的搭配 家里两口如果都喜欢摩托车 女的去佛砂 男的就骑这么一个CB400X就可以了 因为佛砂它也不能去跑烂路 这个400X就作为一个公路的休旅车 你看看它都改的啥 这个镜子改的 这个镜子改的实用吗 我不太喜欢这种镜子 这是加360这个摄像头的 这个也是HFK 不过它这个602 这个178万 罗伯的无线充电 怎么都愿给这个 清晨记录仪 都加清晨记录仪 都加 除了有点钱的都加 咱没加 咱穷 你看它这加了这么这一块封挡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你容它去夜野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拆下来 但是和咱那块改了整个的封挡 其实这一块不便宜 这一块也100多块钱了 和咱改整块也差不多的价格 菲瑞的射灯 带透镜的这么射灯 行车记录仪 改透镜了吗 没改透镜 它这个大灯和咱的玩 我有点像 手把加热 它加了 手把加热 它加了 改了个这个座 这个座其实相对来说 就更适合带人了 你带人的时候后边 坐后边 它也不会往前靠 其实一个人坐的时候 改这个座 我觉得唯一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你真用它去越野的时候 就不太舒服了 这样它座低了 我看它这个拔也改了 是改了吗 你看看 架高了 对吗 车把架高了 这一块 架高了 对 萝卜的三香 我跟你说这个萝卜的三香 比咱那个萝卜的三香要贵 你看咱那个萝卜三香 改了之后 三千五 这个 基本上能乘以二 不过你说加萝卜三香之后 你看市里的通过性就不行了 经常其实还是需要把这个边香拆掉 我觉得加边香没啥必要 下边也改了 水杯这件 那你也给了 加库盖 这里啊 这边也改了 那它肯定那边刹车也改了 这车好几天没骑了 嗯 两个车 打包吧 十万块钱咱带走 行吗 那不用 那光用那个佛沙 佛沙咱六万再带走 这个确实改的挺不错的 可以做个借鉴